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带您到马祖北甘 北甘的阿嬷真的很让人佩服 其80岁都在开店工作 我们拍摄了面店、早餐店、小吃摊 三个阿嬷家起来年纪超过230岁 他们都有共同的经历 那就是小时候家境很辛苦 结了婚,丈夫却离世得早 一个人要抚养五六个孩子 等到孩子大了,离家到台湾工作 他们也不肯闲下来 老人家说,有事情做,比较快乐 而且不开店,客人要失望了 但你认识这一群坚强又可爱的北甘阿嬷 午饭时间还没到 马祖北甘、唐祺村的阿嬷面店 门口已经占满客人 在阿嬷的店 在阿嬷的店,只有人等面,没有面等人 10分钟 不管机关下去都是10分钟 没有10分钟煮不起来 有的人我就跟他们讲 先生,你要等,要等了10分钟才可以 你有办法就再等,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我就跟他这样讲 没有办法,10分钟都煮不出来 要赶时间的,要赶飞机的抱歉 阿嬷会请你下次再来 而且想吃到这碗传说中 好吃到想哭 好吃到很难有复合的手锅面 还需要一点运气 因为阿嬷开店,看体力,也看心情 阿嬷就是身体比较不好 最近就是可能会,就是看状况 不一定会开 刚好看到就一定要停下来 就很好吃 很好吃喔 都开胃了 你刚才有时候讲说 如果有开我们就停下来 没有开我们就去捷一趟吃饭 对啊,就可能每天都会来绕一下 实在不能怪老人家规矩多 77岁了,艺人固定没有帮手 又坚持手工制面 大清早就得和面团奋战 以前年轻油面比较不会那么累 对,现在油面有一点 因为我小孩子不做,我做 小孩子不要你做吗 不要我做 孙子有十几个了 十几个了 对啊,媳妇五个,孙子十几个 面团揉成一个一个圆圆胖胖的面饼 擀平后再细切 人绕都没有体力 拿着大菜刀真的稍嫌吃力 阿嬷每次刀念着要退休 客人马上抗议 确实北干街上 怎能少了她的手工面 墙上贴得满满的留言和照片 看得出阿嬷在顾客的心中 有多么无可取代 特别是到离岛当兵的军人 墙上的架木表 都是阿兵哥帮不会写字的阿嬷写的 阿嬷哥女兵写的 管理写的啊 对,阿嬷哥每个都对我姬姬儿子一样 不管大队长啊,上面军官啊 他们都跟我很少 好像一家人一样 陈一局阿嬷的娘家在北干琴璧 小时候家境辛苦 爸爸养羊,妈妈做豆腐 勉强维持一大家子开销 嫁人以后,丈夫帮部队军人趟制服 她也在山上军营旁边 卖一些水饺滷味 当年那个浓眉大眼的漂亮姑娘 个性相当呛辣 帮到病山去做生意 做水饺滷豆腐,洗衣服 养鸡养猪,什么都做 有的时候那个冰啊,长光啊 腿啊,还有阿拔啊 都会欺负我 可是我那个年轻 我也不会让他 就是我,我就跟他讲道理啊 他有的时候 以前就是,就是说 动不动就跟你进去 不准你做生意 比如说,你今天到我店 我跟你补好 那顿不顿我就跟你进去 那年上开会开一开 不要到阿嫂家里去 可是当我知道的话 我就会跟他吵架 因为我跟他讲道理 我什么都不怕 我追追 什么有理由我跑来天下都不怕 这就是我老公 指着最后一张全家府合照 阿嬷的先生 十多年前钓鱼的时候 意外落海离世 因为太伤心 他不得不离开 回忆太多的房子 因为我老公钓鱼死掉了 所以就搬下来 对 开始上班 画画画画画的 以后开始做面 我老公死掉的时候 那个时候很低潮 晚上就睡不着 所以想他的时候就画画 对 思念刺痛到无法入睡的时候 阿嬷就会拿起画笔 努力地把伤心吐掉 以后这些画可以拿来开画展 没有啊 这个好玩 这么开画展 这个根本哪里不出去 时间差不多了 陈一菊收起画笔 打起精神 准备打仗 每天开业 总忙乱地想打仗 但他没忘记 体贴村里的老年人 片面是我自己画的 是为老公牙齿 对对对对 没有牙齿啊 你知道吗 牙齿不好啊 你搅面搅不起来啊 吃起来像豆腐滑嫩的片面 一如陈一菊坚毅容颜下的豆腐心 柔柔地守着老店 守着回忆 守着北竿 陈妹金阿嬷的小摊子 距离陈一菊阿嬷的面店 只有几步路 许多客人吃完了面 都会接着点一份炸柯爹 超过瘾 蛮特别的耶 就是没有吃过 很像南瓜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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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里面有鹅啊 好 然后酥酥的很好吃 鹅很肥 很好吃 很好吃 对啊 之前没吃过这种 没有啊 好像没有这个东西啊 扎柯爹在马祖叫做地饼 或者利饼 也就是包着牡蛎的油炸饼 搭配的馅料可澎湃了 这是米粉啊 对 金粿 对 葱里菜 葱啊 葱啊 就这样 圆形的铁尖铲 先抹上一层 再来米磨成的米浆 接着铺满馅料 再抹一层浆 下锅炸到金黄酥脆 炸好的地饼马上被扫光 很快的东西就不够卖了 阿婆去贴的东西 好 好 阿嬷瘦小的身体 从摊位钻出来 再钻进巷弄 往家里走 阿婆以前很久以前有卖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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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三块 五块 那时候小孩比较小 做别的又没有粉筋 做这个粉筋比较轻 这个不用教 以前老人家都有做 现在年纪大了 没什么做 这不完啊 赢啊 打花时间 那是闲不下来 对 闲不下 现在都没什么做 已经八十岁 孩子 孙子都大了 老阿嬷实在不需要这样 里里外外地撑 陈妹惊笑说 她忙惯了 闲下来反而慌 先生走得早 她一个女人养6个孩子 白天到乡公所煮饭 晚上摆摊卖炸饼 那段耗尽气力 挣钱养家的岁月 这么多年了 在想起还是会钓鱼泪 问陈妹她身体不好 七十几年她就走了 一起抓虚 那时候鱼要很少 要拿去卖 挑起山上卖阿冰果 以前好苦啊 大伯大伯辣椰 都没有图书 不然生人 那生生古早 这样就会老百姓 这很可怜啊 辛苦 都把人家照进来吃米 日子虽苦 但是当她看到离乡背景 心里苦的阿冰哥 因为吃到熟悉的炸科爹 开心的笑 陈妹精的愁云惨物 也跟着清朗起来 那时候阿冰哥很多 很多啊 一个两块三块 全堂齐在农间做家 阿冰安、班卡出来 都没有人家好吃 那时候生意很好 那时候做冰里也很苦 很苦啊 那时候阿冰哥吃一个 这个就很满足了 就很满足了 对 那时候好像 只要没有什么样 很可怜 北干的夜 让旅人留恋的 除了蓝眼泪 还有红灯笼 主打海鲜炭烤 老板阿中 把马祖在地的熊漆海铲 全部摆上炭烤台 串烧类 我们就是用木炭 其实如果用瓦斯的话 烤起来没有那个感觉 所以说我们还是坚持用 五叶木炭去烤 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那烤起来就是 你味道会 对 味道会比较不一样 比较香 比较有感情 新鲜的话 吃原味就好了 不用太复杂 还有米酒 米酒 盐巴 生姜 这三个就好了 顾客喜欢的话 也可以到瑶露船 亲自挑选食材 这个是生蚝 生蚝 扇菜 今天还有 还有熔螺 这个就是纯野生的 海鲜 现捞现盛 对 直接跟客人讲 这个不止新鲜 还是活的 现捞的 像我们这边一些 年纪比较长的 它可能会去海边 像大退潮的时候 它会去弄一些海螺 那其实他们有时候 剪的量也蛮多的 那我也就是 也是会跟他们收 他至少都会 找个地方可以出路 赚一点外快 然后游客来这边 就可以吃到一些 不是属于台湾的那种 没吃过的海鲜 都很新鲜 然后没有什么 特别多的调味料 然后都感觉就是 因为台湾很想烧 这么吃现在的海鲜 听说他们常常要排队 对啊 对啊 我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预订 因为我怕晚上很难订到 很难订到 肉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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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没有来过 真的每个菜都很好吃 还是要再来 这个鱼都是我们自己 自己出海去钓的 这些双跑店 是因为你喜欢钓鱼 我喜欢钓鱼 鱼还钓得蛮多的 就是 多到不知道怎么处理 可以这么说 开探跑店 除了喜欢钓鱼 喜欢分享鱼货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朋友的小小抱怨 晚上至少有地方 可以消耗一点时间 也不知道 他们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刚开始的时候 马祖刚开始的时候 会比较欠缺这方面的 很多其实都是台湾的游客 都是回头客 他有的来三次四次 有的 只要有来北干 他都会先打电话给我 问我有没有位置 这样子 从十年前的路边摊 到现在搭了铁皮屋 每天六点开张 但是只营业四个小时 我们所有的人工都是白天 都在上班 晚上才开店 所以说我们也只开晚上 然后时间也没有开很长 大概九点多左右 就差不多要休息了 因为第二天 不要影响到第二天的上班 做拼晚上 还要再做一段工作 新台币是可爱的嘛 入业后的北干 增添烤海鲜的香气 和顾客的欢叫声 确实更有味了 尽管飘着细雨天气湿冷 尽管飘着细雨天气湿冷 刘克英阿嬷的早餐店 永远热热热温暖 一份粉浆蛋饼 一碗混沌汤 这是北干人最钟爱的 丰盛早餐 它这个是传统的 面糊做的 跟一般做的不一样 很富裕 很富裕 要配这个泡汤 现在很多观光客 也都是吃这样的 没请人 77岁的阿嬷 把自己练成超人 煎饼煮面 招呼客人收拾桌子 稍有空挡又赶着备料 再怎么忙 混沌现包现煮的煎食 他绝不会放 皮比较薄 自己做 皮比较薄 这皮也自己做 对 这皮很薄 用手工做 台湾皮很厚 马祖人早餐是吃混沌 很够 好吃 两个看饼 两个混沌 好 好 再找这一只 再吃 那孩子没有说 叫你不要做了 很累的 有啊 学生会骂我 你比较喜欢工作 比较有趣 我带一个有兴趣 对 这个比较有兴趣 没有老公 老公摔倒会坏掉 老公摔倒 我四四三岁 我老公就摔倒 摔倒了十二年 十二年就坏掉了 到时候他养小孩 本来我们也不知道做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字 字不知道 以前爸爸妈妈没有钱 半生劳碌 独立养家 六个孩子成家立业之后 也曾经接他去台湾住 但是住了一阵子 老人家就是不习惯 亲友都在马祖 待在家养老太无趣 尤其又回到家乡 重新开张早餐店 小孩子年轻奶奶 把媳妇不想做 年轻奶爱干净 不想做 做得我累 有健康做 对 有健康做 干面 炸地饼 馄饨汤 这些北干在地的日常小吃 是三个年纪加起来超过 230岁的阿嬷的换位人生 走过战火年代 经历丧腐肥痛 养育五六个孩子 青春岁月里能挥霍的 只有泪水和汗水 阿嬷们坚毅的个性 和拼斗的勇气 是北干最深刻的印记